大家好 欢迎来到洛杉矶华人咨询网的 落成焦点频道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 我们今天会继续邀请陈林先生 来为大家讲解风水之道 那么今天陈林先生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来教我们如何来审准的预测 那么2024年呢 陈林先生又会有引爆世界的十大预言 所以呢 想了解的话 一定要留在我们的线上 首先呢 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陈林先生 陈林先生是江西都昌派第16代的风水传人 传承明朝国师徐登峰所创立的都昌派的风水 是国际著名的奇门遁甲和东方策略学专家 通晓八字四柱 紫威 六瑶 梅花 奇门 太乙术 风水学 姓名学 品牌学等等 陈林先生曾担任台湾前总统 马英九竞选总部首席的国操顾问 也曾经与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系合作 研究开发出曼陀罗风水建筑体系 曾经获得居家吉祥风水创意设计领跑者的称号 首先来欢迎陈林先生 陈林先生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感谢陈林先生 陈林先生前一段时间好像是去闭关了 所以我们没有听到陈林先生的节目 但是今天我们又请陈林先生来给大家做节目 而且我们要讲讲2024年 陈林先生对于这一年的一些预言 因为之前在2023年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关注我们的节目 陈林先生就已经是做出了2023年的十大预言 很多的预言都非常的准确 那么首先还是请陈林先生来给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这个2023年的预言好吗 好的 我们就回顾 好像是我们23期吧 我们现在这集是60期了 23期的时候有做一个预言 我们讲预言其实也教大家方法 这次我们会更具体的 更具体的 让所有人都可以成为你自己的预言者 同时你也可以预言世界的变革 那我们讲这个十大预言没有什么变的 就把原班拿过来 我们做回顾一下 因为我们还有差不多不到一个月吧 我们到1月1号就开始 我们就整个的新年就已经过了 就是2024年到了 对 那2023年的回顾来讲 第一个我就说全球会发生金融的洪暴 银行会暴雷 所以我们讲过没多久 这个锡股银行 硅股银行就破产了 是吧 这个就是金融也就很多的银行的股 都暴跌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地产 我们都知道地产 然后最终大家都知道 恒大的雪佳印被逮起来了 对 对啊 其实中间那段为什么说有回软之项呢 就是说我们美国在夏天的那段时间 其实六七月份左右 其实五六七月份 那个地产是有回软 我其实也分享过 我们在那段时间 也帮了很多的学生的房子推出去 买了很好的价格 就在那段 一万类以后呢 八九十月份那就不行了 就整个的 很多的 现在的美国是有价五四 有价五 对 那中国更惨了 那就是很多就跌到了 可以说跌到了 不要说疫情前嘛 我不知道不只是疫情前 跌到了 好久好久以前 好几年前 好久以前 不知道多少年前 对 这样的 对 然后呢 这个很多的政治领袖啊 大人物走 那我也讲到了 对 那包括前不久的这个基辛格 是吧 哎 就是昨天啊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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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就是属于政治上的大人物了 嗯 包括我们的这个呃 前种 在讲啊 很多啊 中教领袖 我们包括新云大师 这都是 对对对 很多的这个 我们都在这个预言中讲到 是 那也是 那我只是遇到我们没有那么多 detail 那只是一个概括 嗯 包括包括因为这个北韩四射飞弹 也是造成南韩北韩 很容易造成这个擦江整火 对都有 对 包括我们这个今年也有很多的疾病 其实是最后的监防 我说就是2024年2月4号以后呢 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这个COVID 啊 就到一个段落 嗯 到一个段落 啊 然后这个 包括呢 什么这个 啊 略用外患啊 包括这个很多社会的动荡啊 我们都 我们都都都了解啊 对 这个就不说那么多了 包括我们这桃花纠纷 我们在谈到这个色情文化 嗯 就是我们讲的 呃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 嗯 当然现在不是 当然已经知道了嘛 就是秦刚的事情 对对 啊 秦刚的事情 嗯 还有一个世界会 这个突发一个突发性的事件 那我也讲到是10月份啊 10月就爆发 对 爆发了一个 就是中东嘛 现在中东的 对中东的 嗯 对 对 引发的战争了 到现在是还是影响世界的啊 影响世界 包括天灾人祸很多 那为什么今年的天灾人祸很多呢 就是预估 就2023年的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啊 嗯 造成的这个 这个经济的损失 达到1940亿美金 就只是上半年而已啊 还没算下半年 嗯 所以你就看到 包括这个土耳其大地震 你看这就是天灾人祸 啊 包括我们的台海 有一段时间不是很紧张 对 就是不良的 嗯 可以佩洛西 佩洛西 嗯 这个不是就访台嘛 造成这个影响很大 对 呃 那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呢 为什么 其实已经是被迫停战 我跟你说 其实到 这个 尼巴的战争一爆发的前一段 其实这两个现在已经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没看到他们在打 对对对 啊 其实也是停战 暂时停战了 对啊 我没有说说他们已经和平了 就是暂时停战了 是因为他们拖不下去 嗯 因为打的是钱 不是开玩笑的 对没错 你这个 基本来讲这十大预言 百分之八九十都已经 甚至差不多全部都是准确的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准确的人预言到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不是要预设到明年了吗 所以我分为上级 中级下级 三级来讲这个四大预言 嗯 好 那怎么预言的 好吗 我们来讲 好的 没问题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是说想这个 呃 听听明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啊 再加上呢 就是明年到底我们自己能不能够通过跟陈林先生的学习 来预言自己的这个这个运势啊 就要好好的来关注我们这三期的节目 那么呃 下面我想请这个陈林先生来教大家这个预测啊 因为我知道您的预测方法有非常 非常多啊 这个您应该会教我们好几种 所以能不能先跟我们说说这个第一种的预测方法是什么 好的 我们这个 我这次呢会教大家九种 九种 这么多 我们有这么多 但是这个是不是就是说每个人是可以选择某一个适合自己的 还是说每一种其实都可以学习到 每个每种都可以学习到 都可以帮到你 嗯 每一种 所以这是算是在我看在YouTube频道上讲的最详细的可以最好的一个 最关键的不是这个因为我觉得始终认为你预测这个世界啊 还不如帮助自己 嗯 为什么 你去预测世界是一样的 你也是太急 所以你掌控了这个方法 你也可以同时帮到自己 这就是我告诉大家的是世界无论怎么变 首先把自己变好来 所以我们不是讲一些这个好像我们哎呀 我讲到了很多的自然灾害 讲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惊爆的事情 我很准 我倒不是觉得这个 我是觉得要我们应该要从中学习的 是 我们要这个对 随世界无论怎么变 这个我们首先要改变自己啊 这是确定的 而且我们要改运 首先改自己的心 有必先要行动 所以我那个时候有讲到十大预言 你们就讲到了就是说 呃呃 虽然啊 虽然2013年有很多悲观的事情 发生 但是我们要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它 是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实际上我在教你们怎么做预测 同时哦 也在教你们怎么帮自己 对 预测 这就是一个呃 我觉得呃我们的观众来讲是很有福报的 嗯 这个看到这个节目很有福报 哪怕你再过多少年再看到这个节目 你也学习到了 对 就是实际上说 你听一次如果你领悟一下 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可能比市面上的那些呃老师所说的预言还准确 对 能说你一辈子 因为你掌握了方法 嗯 对一辈子 好了我们讲的第一种预言方法 我们就推出叫做植卫斗数 之前有讲过哈 嗯嗯嗯 讲过植卫斗数 植卫斗数是我们中国数数这个这个命理学来讲的话 算是呃非常重要的一个学问嗯啊 八字就是植卫了 那植卫就是天象 天象啊 就是我们通过天象 天上一个人 地上 天上地上一个人 天上一个星 就是这样的一个对应来演化出的一套系统 那这个天象呢 他呃我们为什么可以说从2024年来 这个做成果植卫斗数来预测呢 这个有个原因就是说 他天象呢 他是十个天干 嗯 就十个天干循环嘛 天干跟地支 嗯 这个十个 这个天干呢 就是代表的是我们每一个年 每一年的尾数 尾数 嗯 那这样说呢 就什么意思呢 每一年出生的那 那个任何人 比方说是今年2023年 明年是2024年 就那年出生的人的尾数 他就决定了植卫斗数的叫做四化星 其实这个四化星是 是整个植卫斗数的一个格 得心的 得心内容 所以说他说我老师我没有学过职卫斗数的 根本不需要 我说了 你就听我的就可以了 你在哪一年出生懂知道吧 对不对 你在哪一年出生的尾数就知道了 只要你尾数是几 知道他 你就对应这个表格 我又给了一个表格 你就知道你的画路 画权 画科 画技是什么 哎 当你知道这一点后 再去了解这个心怎么画的意义 就代表你可以帮到你自己了 这个就是你带着这个天体的密码了 在你身上就有用了 我们举明年的例子吧 举明年的例子 来讲他就把他认命 他这个四画也是从这个金黄的纳甲中演化出来的 就是从义军中演化出来的 但是我们现在不去探讨太多 我们就把这个表格 然后你们就去看 但是我们来看呢 我们就看明年吧 我们看明年是什么的 明年叫陆纯 陆纯 这个画路 连真画路 连真画路是什么 就对定到连真画路 然后呢 破军 破军就画权 那五曲就画科 太阳就画季 这个就是代表了整个2024年的这个四画星 就天体的四画星 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地球的影响了 他每一个四画星 大概也有金木水火土 我这里有一个表 但是我们今天就不细聊 我们就讲这个四画星的意义 那就当然就可以预测到明年发生的四画星 对不对 相反 相反 你在哪一年出生 你看一下你的四画星什么 你就知道你的命运中所带的这几个人量是什么 意义 我们现在看那个四画星 代表的四画星 举一个例子吧 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下面有一张图的例子 就是说三 原来在这个很多报纸上说 为什么为数为三的时候呢 就是说很多的明星就涌落了 陨落了嘛 陨落 我们跨过李文不就就是 因为可能自杀了就就离开了吧 对 对 很可惜嘛 那为什么呢 其实这就在紫微斗数中就有了 也就是说 因为三呢 三的这个画星里面 画技就是最强大的一个力量 叫贪囊画技 那贪囊是什么 贪囊是代表 代表的是艺术嘛 大概一眼看像达技嘛 嗯 像明星嘛 所以他画技就是代表他要画 所以为什么 他们很多人说 为什么每十年冯山就有巨星隐落呢 他们也很奇怪 原来这个就是在我们的数数中就已经 已经讲到了 你看这个李小龙也好 张国龙也好 梅艳芳也好 都是三的位数的啊 就在三的那一年就隐落了 就因为那年叫做贪囊画技 哦 了解吗 比方说你是1973年出生的 你就是贪囊画技在命格了 就是这个意思 嗯 那我们看看今年的话 就是明年啊 明年的2024年是什么呢 紫微斗数的这个 明年因为明年进入到了九指离火嘛 就是九孕的正式开始的第一年 你讲过很多次 嗯 对对对 那那这个那这第一年中呢 这四化星会表现出什么呢 他他的表现 我们不只是 不只是可以预测到 明年的里面所产生的一些趋势啊 最重要也里面也有很多的 我们得到的启发跟智慧 我们可以用到 然后第一个 画路就是钱了 连针画路 连 这个财是怎么画出来的 针嘛就是代表的是 针结正义 对啊 连针 就是坚守正道 守住本心 代表你说这个你能专注 有执行力 有专注力 而且连针是一个什么心呢 是属于这个人际关系的 是一种公关的 人脉的 对人脉 所以你明年跟人合作 就可以带来财富 这叫连针画路 哦 理解吗 嗯嗯 对 所以你去做多好的公关 去专注你的事业的政道 你就能够带来你的财富 这就是整体的一个环境的 就叫连针画路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叫做破均画权 我们去年啊 就是今年啊 2023年啊 叫破均画路 哦 画路就是钱嘛 对啊 破均 破不是破坏吗 哦 破就是把你破坏了 然后再建立起来吧 所以破均画路 你就去就是2023年 就是今年啊 就是今年啊 鬼某年的破均画路 所以你看很多的经济就会破裂了 你这是这个意思啊 就动作 经济动作 那在这个画权呢 画权就是代表什么呢 权就是用权力 对 所以 破均画权就是说明很多的政治的势力 因为这样而破而瓦解 而重新再来做这个建设 所以我们看到明年来讲的话是大选之年 是吧 对 台湾大选也好 是美国大选也好 可能很多国 对 很多国大选大选年 所以这个时候不是 实际上不叫破均画权吗 全部权力的吗 破就是破坏的意思 破就是重新又建立新的一个 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 就是叫破均画权 是吧 没错吧 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这太阳画剂 太阳画剂 我们其实上次的节目有讲到太阳画剂 因为画剂是这个四画星里面最强大的一个人 因为他画剂 太阳本来是光明的 他都要画剂了 为什么呢 太阳不是造药的吗 太阳也代表在此为斗数代表官路之心 主官路 所以画剂就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代表政治 所以自己就是说呢 将这个新的2024年有很多的这个政治议题啊 各个的宗教信仰 就是信仰问题啊 政治会产生很强大的分点 我就说了为什么说呢 这个我说明年的这个就是进选可以说是叫做非常的激烈 非常的激烈 斗争的非常的激烈 所以这个就是画剂啊 画剂当然代表男性 因为太阳是男是 太阳代表女性 男是画剂就是男性的突然地位受到了危险 所以太阳代表火 那同时也代表说明年的很多的眼睛上的疾病啊 心血管的疾病啊 脑洞就突然大增 哦 这个脑洞风啊 这你看就大增了 所以那时候我有讲到说 这个包括因为太阳嘛 它是第一吧 所以离婚离飙升 哦 失恋分手就大量的就存在啊 你就是失业 失业 这个失业率刚刚 最近好像失业失业率有点有点起来咯 那明年费非常大 那非常的明显 失业率很创新高 然后呢权贵 因为太阳不是权力吗 我们像这个太阳吧 东方逢太阳 那这个地位就受到了这个叫挑战 这个挑战 对 然后呢太阳本来也是新人员嘛 是 新人员不是太阳吗 太阳人嘛 对 那他的话记就说明 以太阳的新人员是好事啊 不是 可能就可以产生某种这个一些 呃 话记就代表受到了某种 呃 受到了这个阻碍 但并不是说代表他不行 就受到某种阻碍了 知道 并不是说我们小时候说 哎呀 我们现在是发展新元旗车去一路唱火 当然人生中都有阻碍嘛 当然代表也人员也发生了一些危机啊 所以就太阳化记的一种浴室 但是我在前期节目也说了 那这期节目也也也也影射出来了啊 那这个再往下走呢 就是说呢 这个呃 四化心中还有一个叫做化科 但化科呢 在这个呃 紫微斗树有几个派系 有个叫战念派 战念派呢 他把这个文曲化科 他把四假啊 四为文曲化科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五曲化科 我们现在先谈五曲化科 好 五曲是什么心呢 五曲是财心 哦 五曲是财心 嗯 五曲财心嘛 就是赵宫宁就是五有有钱嘛 五五才什么 五曲是财心 是贵人财心 那他化科什么意思呢 就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这个 也是一种好现象了 化科 就是所以说呢 财心化科啊 财心为什么会化科呢 科是什么 科是文化 对不对 嗯 科是属于这种 向上的一种政策的改变 是 所以说呢 五曲化科说明说整个的经济开始活跃了 哦 经济文化的交流开始活跃了 啊 开始回升了 这是绝对的 一定的 是叫五曲化科 那相应来讲 三叶派来讲叫文曲 文曲化科 那文曲化科呢 因为文曲心本来就是属于这个公民利路 对 文曲心代表读书嘛 对啊 包括我们的这些这个命理学也好啊 这些学学啊 反正就是这些文化产业 也化科就代表说这个越来越多人在身心灵产业开始这个成长嘛 啊 还有包括我们在学术理论上啊 科研上面也做出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个呃 就是很好的成绩做出了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代表了说 2024年这个四化星就是这个紫围朵书的四化星那相相同的啊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你在哪一年出生 你就对应一下这个四化星 然后去啊啊啊网上可以找到这四化星的大概意思 你就知道你自己的本身的那四化星 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到自己做预测了 嗯 了解了哦 所以大家有没有这个理解啊 刚才这个陈林先生给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图表 大家可以按照这个图表来对一下 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可能就是看完之后还是一一脸懵啊 这个没关系可以直接找到陈林先生来询问他的 好然后呢我先来问呃这个陈林先生下一种呢 第二种的预测方法是什么 呃第二种的预测方法的话就是说这个属于比较很少人讲 从来没有人我看没有人讲过 哦 但是属于盲派盲派就是盲人 那就是盲人是 这看不见的这样来测吗 对对对盲人就是盲人为什么会就是说盲人就是摸骨呀 盲人这个上拉扫 他们觉得很准确 实际上呢盲派他有他特定的一些口诀 这些口诀真的非常的准啊 那我们盲派中呢就演化出来的一个 就是甘支就是天干跟地支 与义经的一个结合 而而转化成的六十四个卦的一个方法 推演的方法 我们来看看很有意义啊 就是说这个方法 我说了不但可以预测明年三英年发生的事情 我们要得到启发 同时我会到时候会叫大家 怎么来帮你自己看 首先第一个来看说甘孜怎么看 这张有一张图 很简单 其实这张图也来源于秦敦甲 这个是一个甘孜跟八卦为组合的一张图 那看了这个图以后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比方说明年叫甲成年 是不是甲成年 明年是甲成年 甲 那甲在这个图里面 你就仔细对一下 甲在哪里 甲在东边 所以甲是上面 甲是天干 所以上面那个卦叫雷 叫雷卦 那下面那个卦是什么呢 城在哪里 城在 我们学习秦敦甲都知道 城在哪里 城在东南方 东南方就封 所以这卦 所以2024年的卦像 这个盲派甘孜亦甘孜的这个卦 叫做什么呢 叫做雷锋 横卦 就叫雷锋横卦 那得到这个卦以后呢 那就代表说2024年的甘孜的异卦 会受到这个横卦的影响 甚至也里面也有得到有很多的 因为学习易经 它不只是要得到这个成败吉凶 最关键的是从中得到智慧 当你得到这个智慧以后呢 你的伪度就会升高了 你今天为什么会解决不了你现有的问题的 主要的是你的伪度太低 如果你提升你的伪度 也提升你的智慧的层面 你很多事情就迎乐而解了 所以我们就讲说明年 你去看明年的就是 那我们举一个就是今年的例子吧 今年例子不是2023吗 2023呢叫鬼某年嘛 所以鬼在那个图上 我们来看往上看 鬼是不是在北方 对 鬼那就叫坎卦了 上面就叫坎卦 那这个某在东方 那叫雷卦 所以我们就把水雷 水雷就叫尊卦 这不叫囤 也可以念囤 这个什么 这个就是创业艰难 所以为什么说2023年很艰难呢 因为是刚刚疫情结束的 对 罗伦万物 其实都没有生发 万万还是在朦胧 这个真的是 就是混沌的一种状态中 所以为什么我预测说 很多的领导人 其实是站在十字路口 他也不知道往哪里走 很多的领导 很多的老板 都是允许 因为那个时候疫情 刚刚才结束 然后很多的事情 都不知道是怎么定型的 就是很多东西 就是叫 这个万物 万物在刚刚萌发的一种状态中 就是这个卦象 叫春雷一身金万物 这就代表这个尊卦 就是2023年的那个卦象 很准确 就也表现了这个 那反过来了 如果在2023年 如果我们想要怎么过 我们就要看尊卦里面的智慧 通过他云的智慧来帮自己 就是在怎么样在最艰难的时期 怎么创业 怎么来帮到自己 就是这个中卦了 我们现在看 看完这个卦 当然我们就要看明年了 因为我们马上已经过了 对 我们大家看2024年的 所以我们讲 那这个卦的贾成年的这个卦叫什么 雷锋横 我们中国有一个名人叫雷锋 对 就这个横卦 还做事 很有恒心 帮助别人叫雷锋 雷锋精神 就记住了这个卦叫雷锋横卦 那这个卦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雷是上面打雷 雷嘛 对 锋下面就是速度很快 对 那这个意义是什么 代表我们要做什么呢 那也就是说 我们要有什么 持之以恒 要坚持 要坚持 因为很多人都放弃了 是 他对他的事业很多 因为这个就是自从疫情以来 真的很多很多的 随着很多的新生事物 雷吧 就新生事物 就是雷就是一个现象火 它是会破坏性 很多的这个 这个事业啊 企业很多的这个都被破坏了 游戏规则被打破 所以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就放弃了这个 这个就是自己的很多的事业 但是呢 可是这个挂的时候 到明年的时候 告诉大家 你要坚持你自己的事业 要有恒心 你就会恒通 才能力争 他说写了 易经说了 你再忍耐一下 意思吗 你再忍耐一下 再坚持一下 你就胜利了 就是这个意思了 就对 就是这个意思 恒 就是通达了 你就会通达了 那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 恒呢 其实在易经讲的是男女之光 很长 很远 所以学习易经 其实有的说到两卦盒来看 这叫恒卦的这个颠倒过来看 把下面往上写啊 我们讲的这个就变成了什么卦呢 变成一个贤卦 那贤跟恒之间什么关系 就是富为因果的关系 就是贤就是谈恋爱 男女之间谈恋爱 然后最后结婚 叫家庭 那为什么呢 这个盲派易经中会说 有一个恒卦的 他是遇事事人什么 因为离嘛 离卦不是到了吗 离不是开始越来越多人分离 越来越多的家庭就破裂了 因为他不能持远持久 那他就讲到一个恒的道理了 那什么叫恒的道理呢 他就讲到这个恒是什么呢 上面是锐上面是风 是什么 雷跟风是什么意思呢 雷跟风是代表的是变的 有很多人可以说 这个当然谈恋爱是很快的吧 可是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 成为家庭是一辈子的事 所以恒呢就告诉你 怎么来让自己的家庭 能够恒长持久 他就很多人认为说 那我就是一成不变 家里都老妇老妻 什么都为什么不变 他不是叫你这个 你看看这个易经挂 他不是叫你不变 而是要你要适应的改变 因为你看 这个雷也是变嘛 打雷不是变动吗 震动吗 风也是在五孔不入 所以风是瑞心 就是你的瑞心中 风是路 也就是要随胜 在夫妻的家庭之中 要去包容随胜 随胜你的另外一半 那雷的意思就是你要改变 你要改变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这个时候你的家庭就会恒长了 而不是一成不变 所以一成不变就造成了 现在很多的家庭破裂 婚礼 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此 所以恒挂 其实就是告诉你 一个是要坚持了 就是要坚持 但是那怎么样是坚持这个正道 能够恒通呢 就是要什么 外在 雷当然是行动了 雷也是代表一种 就叫改变 然后风呢 就是代表说 代表的是抱抱 是你要去包容别人 要随顺别人 那这样家庭就会恒长了 很久了 就是这个意思 哦 就可以 就可以和睦了 和睦 然后因为和睦 所以他就会长久 长久了 这是给家庭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 陈林先生 您刚才跟我们说的都是 在我们看来都是比较大的挂项 就是说 可能关乎于整个社会 然后整个国家 那用您说的这个盲派的甘之义法 可以帮自己来做预测吗 对 是做预测 那这样的话 我是破天荒交给大家了 这个是第一次破天荒 那我们 你要知道 你每一个人都要知道 你的人生有四个挂 哦 人生有四个挂 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自己的四个挂 那知道这个四个挂 有很大的帮助 为什么 你就会从中这四个挂得到智慧 你一旦领悟了这个四个挂的智慧 你的人生中 你就很多的事情就不会走冤枉路 所以其实易经也不是说 哎呀 你就是单独的是补卦 易经的道理来源于什么 宇宙的道理 所以你要从中得到智慧 啊 那补卦只是只是它是一个应用的一个非常小的一面 然后我们来 当然我们来看有一个人啊 算是我的一个偶像了 我们就来用他来做个案例 是吗 对啊 我们来看这个人叫做 你就知道 马斯克 马斯克 我觉得很喜欢他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啊 你问他你是为什么会那么成功 你想想看他现在管理九所可以上市的公司 都是非常颠覆世界的公司 你想我们一个人管一个公司都管不了 他能够管这么大的这么多的改变人类世界的这些公司 你看 为什么呢 他就一直说一个道理啊 就是说你问他怎么成功 他就说第一性原理 你问他在什么成功 他又问你说第一性原理 那什么叫第一性原理 我们之前是不是说过第一性原理就是回归本源 就是易经的底层逻辑 底层逻辑 整个底层逻辑 你说 你说我想什么 我想去找工作 我想去去社会找工作赚钱 对不对 是这样吧 对不对 可是很多人去干嘛 我要去考文凭 对不对 去考文凭吗 对不对 那他以为考了文凭 就能找到好多工作 其实不是 他没有回归本源 真正你去学技术 学技能 你才能够很远去找到好多工作 你说吗 这就是叫第一性 回归你的本源 很多人不是 因为被现在人被很多假象给迷惑了 他追求的是外在的那些假象 他没有还到自己的本源来 所以为什么说他讲的这个推崇的第一性原理 为什么我觉得非常跟我们的清盾甲易经很符合 所以也算是一个我非常这个说一个偶像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来怎么来看他的易经 看看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盲派易经来看看能推演他一下 对于呢很简单 那我们不说每个人要知道自己的四个卦嘛对吧 这四个卦怎么出来的呢 第一个啊 当然我们不知道马斯克的出生的时间 所以我们只能知道他三个卦 你解吗 那这三个卦出来的呢 就是他的八字 也就是他的出生年月日 是 那谁都不知道我们出生年月日就排出的八字 八字中的天干跟地支 把天干跟地支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盲派的这个我们刚说的这个啊这个图啊 一对应就把他的卦处拿出来了 我们现在举个例子啊 就是比方说你看 马斯克的是在1971年6月29号就翻译出来了 日元叫贾神 贾生 月叫做贾武 然后呢 年叫做 年叫做星汉 是不是啊 就出来了吗 对 那我们就对应这个 我们就把那个表格就 其实就翻译出来了 三个卦 三个卦 三个卦就出来了 很简单 你看很不服哦 你看 贾生 因为第一个最重要的话是什么 就是你出生的内天的天干跟地支 所以为什么八字说叫日元是你最主体的呢 所以那贾生就是马斯克的那个日干 天干跟地支嘛 通过贾生就可以翻译出来 就是对应了 就知道他叫雷帝 玉卦 你看 玉卦 玉帝玉卦非常了不起 玉 玉是春雷啊 万物生长的生发的 玉 玉是非常的好的卦象 然后呢 我们看月卦 月卦叫贾武 贾武嘛 贾武 贾武翻译过来 贾其实是在东方嘛 武就是火嘛 所以这叫雷火 风卦 风卦是易经中非常好的卦 是大历史 风就是丰收啊 圆满丰收 那他其实现在他就走这两个卦象 叫雷帝玉 叫雷帝玉卦跟雷火风卦 因为现在他的卦就是这两个卦象 也很符合 风就是财富啊 风财 风是财富 但风 风收嘛 风足嘛 对 然后我们也可以 那他这个年干跟低支的天干字叫星亥 星亥把它翻译过来 星就是折卦了 亥呢 是在西北方叫做这个前卦 那叫折天怪卦 怪是什么 怪就是要排除万难 那这个年是代表的他是小时候的 年是从1岁到16岁之间的那个距离 懂了吗 那所以说他在小时候是比较要艰难的 因为我们都看过传记都知道了 对对 所以他要排除万难的 可是到了冬年以后了 就开始跟风 包括到了45岁应该就预卦就来了 然后呢 到了这个日干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日干 如果知道日干就折出一个卦象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 你们每一个人 我今天教大家 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找到你自己的四大卦象 那我们要知道这四大卦象干嘛呢 你也不 如果这个卦象比方说好像你感觉上不好 就不要这样想 我们要这样想 一经呢 没有什么好跟坏 风卦很好 但是你发现一经的条纸里面 全部讲的都是比较让你什么 要去悲观的一面 为什么 原来已经说的什么道理 当你好的一面的时候 当你的坏的一面有可能会引发 这就是智慧 所以当我们的话 甲比王显出来是不利的一个因素的时候 其实日经在另一方面又告诉你 有好的智慧 好的哲理会让你领悟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了看了就是干的我刚刚的方法了 把你的四柱八字找出来 然后翻译从盲派的天干这个方法给它翻译过来变成四个卦 但主体的一个卦就是你的日干的这个卦象 如果你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年龄的话 那重要的这两个卦就是月注跟日注咯 这两个卦是影响力很大咯 然后如果你是很年轻的像小孩子 那年卦就影响你多一点 了解 好谢谢 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四卦 所以大家这个怪不得我们说是每一次看的话都一定要有时程 因为时程可能是跟你越往后可能是越有这样的一个预测性 好那我来猜一猜这个陈利先生第三个预测法 是不是经常跟我们说到的奇门推背图的这样的一个预测法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说很多人都用讲的奇门推背图 这个就是用推背图了 是大家很多宣传的YouTube视频上都会有人讲 但是我们今天演化的这个就是用我的这个奇门塔罗牌 来通过它来看这个奇门推背图 奇门推背图当然这个很简单 其实明年就是假成年嘛 2014年就是假成年 你就要找到 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在上这个课 那只要你打开这张牌 你就把它翻到第41项的 就是找到假成就可以了 看到假成这幅图就出现了这个整个的卦象了 这整个卦象呢 你就看到 然后推背图里面有很多信息 推背图 那就代表说假成呢 第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天干跟地质 那假是什么 假是木头 成是土 那木刻土 那是什么意思 木来刻土就说明明年的地产可能真的不是很有利了 拿个木头来刻土 对不对 地产不好 对呀 那土就被刻下了 刚才假是什么呢 假是属于木头啊 是上面 成是下面 那他们两个之间既然有什么刻 那说明之间有矛盾 所以这个就是从 也就是说呢 你要通过天干跟地支 就是这个推背图里面的像 有天干跟地支 有卦象 对不对 还有限于送约 还有他的图 包括这个挂器 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多了一个信息叫做奇门顿甲的叫做九星跟八门 你就可以通过这些信息来预测你自己 预测这个2024年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就在这个挂上就有了 所以今天时间也不多 但是我告诉大家用这种方法你可以推演明年的预测 就可以看到有一个男的为什么是把一个脚踩了下面 这是一个 而且这个男的呢是个年轻的男的 所以他讲你这个就一语言 有很多东西是要你去思考的 对对对对对不能说到太白啊 我们说天机不可泄露 大家要通过自己的学习 然后去领悟啊 去了解啊 当然陈林先生也会有这个相关的课程 等会我们请陈林先生给大家做介绍 那用这个奇门的推背图啊 这个肯定是可以来帮自己做预测的吧 陈林先生 那是可以的 那非常的可以 那我们这个是以为是通过我发现出来的这个演化 所以我们呢 我们就来做几个例子 这个例子 你看我们对我们美国近代来讲 最大的一件什么事情 明年啊 明年肯定是总统大选 不是不是 我是说在我们这个段时间来讲 对我们美国人来影响最大的一个事情 你觉得是是什么事情 有一件事情 是我们美国人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近期来讲 近期 对是不是911 这个我觉得已经好像过去很久了 很久了 就是我们在这一段 从美国历史来讲 美国有两件事情说是被外来侵略的吧 一个是这个珍珠港事件 一个就是911 对对对 所以说那我们怎么来说 我们现在要举例子 嗯 就是为什么呢 举例子推背图的我们的奇门塔罗 怎么应用到你的这个 你的你的命盘里面去 嗯 然后我们就看怎么来看呢 哎 推背塔罗牌怎么来 哎 看到了911的这个事情 嗯 而且很有形象 我们来看啊 嗯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人 那当时的总统 我们就来 因为他个人嘛 我们要推个人的命运吧 是是 你看当时的总统吧 当时的总统叫做乔治布希 对 乔治布希是我们美国前任的第43任美国总统啊 老布希现在是这个 小布希 那小布希的话呢 那一年啊 在2001年那个时候呢 就911年啊 那个时间点啊 正好他走的大运 所以说你要跟推背图 推背图来帮你自己做一个推演 你要去打开还是打开你的八字 那这个时候不是你的八个字了 而是看你的什么 看你的大运 当然呢 你的流年也会交 我也会 这个我的时间上不会交 你要上我的课我会告诉 你的流年也能找到那幅图 啊 有机会这样 那我们讲说这个大运就很容易了 因为那个时候他走的是51岁到60岁 叫庚子大运 那庚子大运的这幅图 这个我们的奇门推背图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庚子大运的推背图 我们来看准不准确 有没有意义啊 我们来看啊 2001年911世界恐怖发生 而美国总统他就代表美国 他自己的这个体系嘛 他那个太极嘛 就在庚子大运 他走到这个大运之中呢 这个推背图就是第37项啊 庚子他写叫吴旺 天为无妄 无妄就是天上打过来把自己打的 是无妄之间 突然发生的 对对对 你看这个图里面是不是一个魔鬼 对就跟这个图很像 跟这个图的魔鬼一模一样 现在他颜色一模一样 你看还有一个事情最厉害的是 他既然把每一个月份发生的这个事也写进去 你来看 你来看宋约你看你看你能不能念宋约上怎么写 水清中有节 岛歌逢八月海内 说完了 岛歌逢八月 岛下去 八月就是农历八月就不是九月 对农历八月就是九月 嗯对 这写主要写清楚了 所以海瑞金无王半胸团半戚 但是这个意思 你看厉害吗 这个很清楚的就讲出了第一 无妄挂 第二个这个图也出现了 这个第三个时间点也出现了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 当然我们就 我现在在教你们这个通过别人的例子 就是通过这些案例来教你们怎么学习 对不对 是 好了我们再来可以给另外一个人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张国荣 我们讲过张国荣 哥哥 对哥哥他 你看我们通过这个奇门推远 你们来看看 他是他有没有做自杀的倾向呢 在那年是不是有这幅图出现呢 你让我说了推贝塔罗 我们的第一件 我们现在还没有教你推流年 现在我只教你看着推这个 就是推这个什么 推大运的那个图图 大运那个图图的时候呢 这个张国荣在自杀的那年时候是 那个曾豪走的是39岁至48岁里面 叫辛丑大运 所以我们来看看 他想年46岁就离开了嘛 曾豪是39岁在48岁那年啊 这个这个大运 在辛丑这个大运的那个时间的 我们的奇门推贝塔罗来看一下 那幅图是不是那幅图有影射出 他的自杀的那个图了 你看准不准确 真好就是在门下面有什么 躺的那个尸体 嗯 就这个图就这么简单 就出来了 对 对 对 所以火雷四可 四可是什么 就是咬合的意思 就是门外一路 你看穷穷真 门外的 你看 这就是很形象的表达出了这个张国荣 从那个大楼上跳下来的一个图就在上面 是不是 对 所以当然了 这个有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去不断的去 我只是一个推广者 可能有更多的好的这个医学爱抑者 学学爱抑者 可能会在这个图里面 或者这里面的内容会发生 发生更多的信息 所以说 那我就是引路的一个人 那你们 你们 哎 你想要这个帮到你自己 你就打开这个你的八字 找到那个大运 同时去找到我们这个推背塔罗的那个图 去去去去领入你们 这十年 十年你们得到的一些智慧就在里面 啊 了解 哦 所以哈 这个果然是这个呃 非常的准确啊 大家如果是说想学习的话 就要来这个来听听这个陈林先生给大家的一些课程啊 那下面我就正好顺便请陈林先生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这个奇门推背图的塔罗课程好吗 啊 好的 那个推背塔罗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上了两节课了 那现在报名的人很多 几百个人报名 那这个呃 这个就是这个推背塔罗的 是也是因为我们的节目 所以我 我发现的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在做节目 就是说都会讲这个推背图 你知道吗 每次我发现推背图中间有些东西就发生了矛盾 甚至它卦都写错 理解了吗 自己那个易经的卦它还重复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这里面有问题 这个时候我就把他呃做了一个推演 我发现原来前面的卦是正确的 叫第七卦 然后在37卦以后又正确 中间全打乱 所以说我们以前老师讲过 就是宋朝的 也是在历史上记录了 这个宋徽宗呢 他呢就特意打乱的 我不知道他听到哪一个人 他就特意打乱了 因为他前面的推演的太准确了 所以他怕 所以当然他可以打乱的 他打乱这个人呢又有一点良心 为什么呢 他心想我从第七卦 因为第七卦正好就是宋朝时代 然后呢到第37卦 反正到37卦以后 他关他也没事了 因为不可能宋朝会到那么远 所以他心想把这个打乱就可以了 而且他就刚刚说的无望之灾 他就把无望 本来的这个无望的 放到这个 放到这个无望来 就把他打乱 无望变无望 就是要中间给乱掉 那我们把他给这个 那我就把他重新整合了 整合以后呢 就按着奇门的九个功 就是这个画来排列 然后再把我们这个 这个塔罗牌 因为我们玩牌嘛 通过玩牌就容易学习嘛 容易嘛 对 通过牌了这个 因为牌 塔罗牌的最好的 我觉得最好的是什么 他有一个牌证 所以才能牌证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没有问题 我就补牌 理解吗 所以你可以不断的演化出来 就这个 还有呢 奇门呢 把奇门的这个因素放进去了 因为奇门呢 是从一个角度 从另外一个山攀到了这个顶上 那这个呢 这个我们这个推背图啊 它其实从疫情的角度攀到一个顶上 所以我们把它双剑合并的啊 那好处在哪里呢 有很多学习情本论 他只会数 就是一直算来算去 知道一下 他没有想到说 其实数的本质是智慧 是智慧 当你了解了智慧 因为你学数的本质是要解决问题 可是解决问题是 从哪里来源 改变 就是意 就是改变你 提升你的纬度 就能解决问题了 那这个 这个这个里面就可以通过跟到顶峰就通了嘛 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一经的塔罗来提升你的智慧 就从中得到智慧 而不是一味的说只是谈急跟凶啊 当然这个是初级的啊 所以这个就到就是学习很好的 这个就是就是学习很好的老师 或者刚刚出去了 他都能应用这个课程 就是智慧塔罗 那当然的我就希望大家那个 可以来报名学习 因为我们才刚刚开始 可是到后面的话可能就很难跟上了 对对没错 是的 所以就说有兴趣的朋友啊 这个一定要来这个听陈林先生讲讲 因为陈林先生之前也讲过 他给大家讲课并不是讲得很深哦 他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会懂得去运用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扫描 陈林先生二维码就可以联系到他 那好 我们今天还要请陈林先生讲讲第四种预测 刚刚我们讲了三种啊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四种预测学 那其实预测学也是跟易经有关系了 那这个这个预测学呢 其实是在叫黄极金寺 黄极金寺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这个宋朝有一个邵刚杰啊 他呢就通过这个易经的这个周天卦 把它演化出来 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时间大概走什么卦 那其实这个卦呢 我之前也讲过 就是1984年 我们讲最近代 我不讲几千 1984年开始 到2043年 这60年 他是一个卦 我们用六摇吗 一个卦走十年 一个摇走十年 变一个摇走十年 那这个卦叫什么 叫顶卦 这个顶卦 也就是说他说 1984年至2043年的这个卦叫顶卦 确实也很准确啊 其实我觉得黄极金是主体讲的是中国 他不只是他可能不是涵盖于整个全世界啊 我觉得是中国的这个卦气 那顶呢我们看着1984年正好就是我们这个邓小平南下改革开放 顶就是隔旧顶星 所以那时候筑顶啊 我们到处筑顶 我们家乡也筑一个很大的顶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1984年的时候 你看那个那个那个就是这个深圳啊 世纪之顶啊 对 代表说要隔旧顶星的 所以就1984年改革开放就开始了 就是那个顶卦开始了 然后呢顶卦的 呃 每一摇变一下就变一个卦 变一下变个卦 变一摇变个卦 然后呢 10也就是10年一个卦 一个一个卦啊 摇变也变一个卦 那我们的2014年到2023年啊 就是今年啊 就是明年就结束了吧 对 这个卦叫什么卦呢 叫骨卦 这个骨啊 嗯 这个云南存骨 这个骨啊 就不也就是演示到了 就是就是我们的病毒吗 对对对 实际上来讲的话 那个时候SARS就已经开始了 SARS 就是这个时候叫骨卦 所以呢 骨也代表社会风气的腐败 嗯 嗯 很多东西都是不进的 都在退的这个状态中啊 叫骨 所以叫云南存骨吧 对对对对 所以2014年到2013年 哎 真的是很很很什么 很准确啊 这个云卦很准确 那到了2024年 我们就为什么说 疫情正式做了一个结 就是结点嘛 也没有说一直在演化去了 所以在2024年到2034年的这个卦呢 就是这10年的卦呢 就叫做购卦 购卦 就是女性 女性的能量就购嘛 这个女后 当权的这个力量就出来了 那购也是代表的是男女聚散的这种乱象 这个也是 所以这个社会呢 也就发生了一个 呃 刚楼 呃呃 相遇啊 聚散这些 反正这些现象都在这个购卦中会演化 在这10年之中 了解 比如10年就是说2024年到2034年 呃整个的我们啊 这个都会影响到这个 通过这个购卦来影响啊 2023年的卦叫做 那年的植年卦叫做烘火佳人 嗯 啊啊 2023年没有断 然后呢 但是他主要的我们说疫经他不是在 只是在这里教你做这个预测嘛 他是要教你了解哲理的 所以我在这个十大预言中就讲到了 你如何在这个2023年 能够应用这个家人卦呢 嗯 因为那个时候啊 人人已经就被移了嘛 很多东西就徘徊嘛 这个时候回家 你要知道回家 所以我就讲到说如何回家了 嗯 所以此的心就是你的家 就像佛罗说 回归你瑞在的世界啊 就不要迷失了 这个时候呢 所以能够有家的人 我可以讲说啊 能够回经瑞在世界的人 在2023年都是当忘的 我可以把它来肯定的 就是2023年能听懂的 能够回归自己的 不在外面飘来飘去的 没有迷失的 都会很好的用啊 就2023年啊 那我们看2024年呢 那是什么卦呢 我们再看2024年 那2024年的话呢 这个直年卦叫做雷火风卦 哎好了 风就是我刚刚说嘛 你看马斯克不是风卦吗 有钱啊 风是实际上是历经中很大的卦 恒 恒通 懂了吗 嗯 丰盛 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卦项 我们要引入风卦 我要讲述这个风卦的哲理啊 那当然呢 这个我们看说 呃 雷火 还是有火 里面还是有 明年还是有战争 是 还是战争存在的 看到吗 这个火还在 对不对 对 那外面打雷里面是火 那这个卦呢 这个就当然了 嗯 刚刚比那个卦要好 风当然是好卦了 丰收嘛 对不对 是不是很好的卦 那从这个卦项中 我们要领悟一个什么大理的 就是 智慧呢 就是我们要光明 而且风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要雷霆万军 就是我下面有一个 就是这个意义 就是说 你做明年你要做什么事 你不要再 你不要再回归什么回归 就是要开始什么 要主动出击了 嗯 嗯 唯利风行去做事 明年咯 嗯 你见到两个事了吗 所以明年的状态 因为 呃 2023年是 就是混沌的状态 要回归的状态 而到了 而到了这个 呃 这个就是 呃 2024年 就是横跟风了 嗯 这两个话都是雷霆 都是在行动 向雷霆风行 就告诉你们 明年你们要 要干嘛 要要去行动了 要有明确的目标 去敢拼 因为在那个时候 气象已经变了 知道呀 意思了吗 嗯嗯 那已经开始了 啊 所以春雷已经开始了 就是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你越是有明确的目标 越是去行动 你就越容易达成你的效果 然后你明年 可以成功 然后你越是 呃 旁徨 越是迷茫 越是没有目标 你越就陷入困境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转折的点 所以风嘛 当然是一个转折的点啊 所以明年你们都应该准备好啊 这个呃为自己啊啊 这个找到一个很好的成功之道 那当然呢 这个风挂有一个秘密 哦 为什么这个秘密呢 因为风挂要成功 它有一个特点 可能是很多人不知道的特点 为什么呢 因为风挂在易经中是55挂 55个挂 55挂 这个但是55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会谈到第55呢 你看我们天数 天数就是阳朔 13579 嗯 然后地数就是24684 嗯 就是金数 嗯 把天数全部相加 跟地数相加 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55 这个挂 55挂原来是天地相 55 这个数码是天地相和之数 所以原来得到了天时地利人和 就是代表风 代表了成功的三个因素 理解吗 嗯 就是这个 嗯 那所以 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借 我们要借天时 借地利 借人和 很多人呢 就是特别抱怨 比方说我们讲说地利吧 哎呦 我家环境不行 我这个不能弄 那个不能弄 啊 就算你什么都不能改变吧 那你天时总可以改变吧 对 天时就是我们讲了 你来个地方去哪里共振吗 这不就叫借天时吗 对对 难道说这个东西一定要把你说 我现在我的房子不好 我要把它卖掉吗 我发现金融吗 不需要 嗯 所以啊 其实成功就来由你不断的进步 你不一定达到圆满的很好 但是你每次都在借利 你借天时之利 就是我们讲的亲门共振 就像我们下来 我们要说的这个生活中 怎么来通过时空的理念来帮助自己 共振 嗯 还有呢 那能和吗 你可以改变你自己啊 对不对 你可以改变背道里的风水 假比方说啊 比方说你家里就说环境有限 可是你可以改变你自己的人的心态 你可以改变天时 就是借天时力量帮助自己 那我们讲说这个尼古拉特斯拉 啊 就是这位特斯拉啊 他实际上已经讲到了宇宙的最根本的道理了 对 什么叫做呢 如果呃 你想找到宇宙的奥秘 就是跟能量频率啊 共振 那其实这个话 我说的比较直白一点吧 如果你的朋友都是千百亿万的富豪 就百亿万的富豪 其实你自己也就共振了 你也慢慢慢慢变成这个 如果你的朋友的里面全都是贫穷的人 你跟就是什么样的环境 什么样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圈子 决定着你的一些样的命运 这就是共振的原理嘛 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情人出信决里面 那里有声门 我就去那个时空跟他共振 那我越共振 我的能量就越为强大 我就就想我比较说 我去那里就 哪怕你去见那个沃伦伯菲 我们很多不小心见沃伦伯菲嘛 他看到他贪吃他的信心就很强大 他就觉得自己也会变成古神 这个能量就会突然被他吸引过来 这就是共振的原理了 所以我们去深门 深门就是我们讲说财心嘛 我去那个时空 不刚说了吗 也许我改变不了我的环境 但是那个深门在哪个方向 我去去那里买菜 去那里共振 这个难道需要很麻烦吗 对 并不需要 那我去那里做了深门 就好比我跟那个时候在跟什么 跟财神握了一个手 对 我跟他财神共振了嘛 所以不断的共振共振 其实就是特斯拉说的 同贫共振能量 就是你改变命运的方法了 就是改变命运的方法 就是叫借力 所以为什么说 其门的本质就是借 就是那个最厉害的 我们就了解了 就是这个诸葛亮 借东风 然后草船又借借 然后呢就火工 所以这个都是借来的 对 借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富二代 我们并不是有钱的 我们也不是这个混二代 我们并没有很多的政治背景 那怎么办 我借就是因为说我没有在借 没有 有还借什么借 对 所以以落胜墙的意思就是说 我落 所以我要借墙的东西 借到我这里来 我为我所用 包括我们可以就是 这个喝水也一样 你把一杯好的水 放在那个能量草的地方 然后呢 吸取了木器 你站在那边喝水 要站着喝水 我会讲这个喝水 我们在课程都会讲 不是你坐在那里 站着喝 站着喝 为什么站着就是天地合一了 然后喝这个水 对你很有帮助 所以叫喝水也可以帮到底 所以我有很多学生 就是我有很多的案例了 真的很多案例 他是通过这初心节改变的 最近的因为就在前几天 他就写了一个给所有的群体 他说非常感谢我们 为什么 因为通过这个改变以后干嘛 他本他英文也不好 英文也不好 然后呢也没有很多背景 既然他拿到两个offer 是在学校里面可以做老师的 哦 嗯 他就太驱惊了 他真的是非常 他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这就是什么道理啊 我不行手 我变动嘛 山不来我这里 我去山那里嘛 我要借力嘛 对 共振嘛 道理 如此啊 嗯 是的 那我们就就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一个视频吧 一个小短片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啊 刚才陈黎先生所说到的这个部分 奇门遁甲 帝王之学 东方古老数数最高决策学 宇宙时空数理模型 江太公 范李 张良 吴子虚 诸葛亮 刘伯温 毛泽东等无数名人应用其 成就无数丰功伟业 当今九韵时代 陈林老师以古为金用 画凡为简 把帝王之术融入寻常百姓家 把古人所称帝先之术 大器造运术 奇门出行绝 创新为 九韵奇门生活改运术 一 调方位 居家摆放开运法 二 不风水 风水布局开运法 三 大扫除 断舍离改运法 四 买东西 逛街购物开运法 五 吃餐馆 吃出好运增运法 六 去银行 吸财 进财增运法 七 穿衣服 穿衣五行增运法 八 走疾方 出行办事增运法 九 做运动 行为风水 开运法 九韵奇门 生活改运术 在天垂向 在地成行 在人应世 宇宙共振 向天借力 时空能量 即时即方 布局木器 修炼自身 人体奇门 汲取吉星 为我所用 事半功倍 瞬间开运 奇门生活化 生活 奇门化 非常感谢陈林先生 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还有两期节目 会跟大家 还有两期三期节目 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我们 要预测的方法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一定要留在我们的 这个节目上 或者是说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谢谢陈林先生 辛苦你 谢谢 谢谢大家 是的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或者直接来添加 陈林先生的微信 就可以直接找到它 那么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 就可以收到我们的直播通知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 陈林说风水 我们下期见 那么多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